美国为防止朝鲜研发出核武器 不惜和韩国进行合作 组织并谋划一起渗透计划 接到任务后的海豹突击队 和韩国特工一起再次返回导弹基地 为了不引起朝鲜方面注意 他们只好丢掉计程车 抢了路边一名老婆的三轮车 紧接着他们按照卫星定位 来到导弹基地附近 根据韩国特工的情报 导弹基地附近有许多政治反 且山路崎岖三轮车很难开过去 简单了结好地形后 一伙人开着三轮车赶到基地附近 他们只有24小时的时间 如果错过那么美军就会展开空隙 几人快速往基地赶不去 谁知半路上和一名朝鲜老婆相撞 卫星电话也不幸掉落悬崖栓坏 失去和总部联系的方式 几人仍要继续完成任务 很快他们来到基地附近 几人下车后 按照计划开始勘察情况 另一边总部还在不断联系 却发现失去了联系 所有人都以为这次渗透计划彻底失败 总统不得不同意斯文将军的空袭计划 斯文得到肯定后 立马派出B2隐形战斗机 朝着朝鲜方向进发 准备执行轰炸计划 与此同时 小队成员已经利用滑翔伞 悄无声息地躲过哨兵的观察 潜入了基地的内部 他先是躲过一名勘察兵 随后用消音手枪解决巡逻的士兵 为了不被发现踪迹 他迅速将悬崖边上的探照登机录 小队其他成员趁此机会 迅速从悬崖滑下潜入基地内部 几人分工合作 迅速将炸弹安装在指定位置 就在他们准备撤离时 朝鲜士兵发现一场开始搜查 小队只好暂且躲进小屋内 不想其中一人试个叛徒 他看到窗外的朝鲜士兵 故意朝着自己开枪 刺耳的枪声引起朝鲜士兵的注意 小队只好赶紧往外撤 这时其中一名朝鲜士兵 刚好堵住他们准备离开的处方 就在小队陷入绝望之际 一名朝鲜军官赶到 一枪解决门口的朝鲜士兵 他表示这样做不会引发战争 可以当做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就这样在军官的掩护下 他们向外撤离 不想还是被朝鲜士兵发起 双方迅速展开激烈战斗 小队深知靠几人的火 根本没办法抗衡整个基地内的士兵 他们只能选择且战起 小队先是抢了一辆北朝军车 几人驾驶着车辆疯狂地向基地外驶去 为防止朝鲜士兵的追捕 他们还不断地朝着追兵射击 不得不说美国士兵加上韩国特工 真的是不发满 别说解决敌人 就是弹夹都清空 都没打到敌人一根头发 随着小队的撤死 绑在油管上的炸弹也迅速被侵略 剧烈的爆炸引发一连串的连簧攻击 让整个基地都遭到摧毁 原本准备发射的导弹也在此刻背影 看着卫星地图上 腾空而起的巨大蘑菇云 美国总统意识到小队任务顺利完成 他急忙联系斯文将军 停止原本的空袭计划 V2隐形战机也迅速反抗 小队也成功逃脱朝鲜士兵的追捕